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席天然家事的担任 是不是 应该要公布 还是让我们管政府知道 他到底他的拱路 拱路在这里 我们南投县这边 有没有办法做到说 各乡正式的管线 做一次的清查 来避免类似的事件 有可能来发生 我们老管代理管长 丹志强表示 已经要求上官押诸 在两个星期之内 提供上官的资料 那我们现在有 全部把它检查过 我们现在县内是中油 在南钢这边 心灵瓦斯在南钢这边 还有竹敏天然气在竹山 还有五家有天然气管线的 这个部分都是由中油在供应 所以中油每天都有专人来寻查 那每五年 针对管线包含的状况 都要做清查 那所以我们昨天检讨完以后 也要求这几个天然气的公司 在两个礼拜内 把他所有管线资料 分布的图识要送到县政府来列管 南岛官议员罗演率 也建议南岛政府 将对公安事件 可以建立一个在这里的堂口 来营养处理 不管是气爆也好 公共大楼也好 我们的地下饮用水也好 假使发生公安问题的话 我们县政府是哪一个窗口单位在处理 我们现在有成立一个灾害办公室 那这个部分行政人也在考量 将来我们在办公室是不是要改成专任人员 那要归系 那如果有归系以后 将来就有专任人员 就有一个单理窗口 南岛官政府也表示 官府定期都有针对管纳家书公司 进行查卸 要这也都有做好相关的管理 请管纳不免太过惊喜和烦恼 但是一旦发现有共産漏气的经验 也一定要马上通报小红教来处理 记者收看查询报道